随着夏日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地出现 最近几年爸爸茶在贵州四川等地兴起 所谓的爸爸茶是指在室外平坎的地方 摆上一些桌椅 人们随意半躺半坐 泡上茶跟三五好友品名闲聊 安逸地度过大半天的休闲时光 当下贵州时间县城的爸爸茶 已成为当地一道独特靓丽的风景 逐渐出圈 每当夜幕降临 一群人都会围坐在茶滩旁 聊天消遣 欣赏十千独特的夜景 品名一杯十千台茶 褪去一天的疲惫 爸爸茶的出圈 给消费者带来了新的体验 也激发了十千的消费活力 据了解爸爸茶一般在每年四月份到十一月份开摊经营